哈嘍大家好歡迎來到一趴 今天要教大家如果快速的刷這個 貢品因為這個貢品啊 在這個中原活動期間然後 再刷很多然後就滿佔空間的 然後刷這個又不太好刷到底要怎麼刷可以比較有效率的刷 那因為現在玩劍的人很多啊那劍又很麻煩 反正你們你們像我現在這樣 一般人刷這個的話應該是這樣 就是會 會用這個主要的這個三雁跟月米嘛因為這個我們 平時刷土是用這兩刀嘛 那這東西就是 跑來跑去 而且一次只能打一隻 你們看你們看他就 會一直 跪 沒辦法就是效率沒那麼好 那遊戲就會跑掉了 如果你 我按的按沒有按很快如果你再按更快一點 到時候那個這個鬼魂就會到處跑 你就要去追著鬼魂 好 那我教你們 那要怎麼刷才是一個比較好的刷法 那我們就可以把這個 真三雁拔給關掉 真三雁的話是會衝刺 把爆炸關掉然後我們把這個 安鬆銀克開起來 這平時可能大家都沒在用這個其實是一招範圍招 原地範圍的 那這個衝刺的關掉然後就只留這個 打遠處的跟這個 範圍的 我們就 用在旁邊 那這個這個金鐘招 平時有在練的話可以先關掉 那這個沒差 這個他不會打我們 那接下來就這樣 那我們就移到角落 我這邊的話是在北京 打給你們看一下地圖 那你們隨便就找一個 找一個點 我在這裡 隨便找一個點然後邊邊 然後就開始 開始丟 然後一開著 然後 記得啊 這個基本座標要關掉啊 你基本座標不關掉他不會打怪啊 那有些人 有些人就是這個有開著 然後 掉出來 然後就按下去 為什麼他不會 他不會自己打 因為你這個要關掉啊 然後關掉他就打了 然後現在就是卡 就是卡邊邊 然後用跑 好 現在就是卡邊邊 然後就只一張 那我們只要用這兩招 他就可以很 很有效率的清掉了 我剛剛自己試了一下覺得 非常的方便 你看 而且他一次可以打很多隻 然後也不會亂跑 打完了 對這個這個還可以移到我 我一直忘記 你這個可以移到這個 快捷徑這邊啊 因為之前有人說我按這個按很慢啊 可以移到這邊 可以壓怎麼樣 你看到嗎 壓怎麼樣 就可以不用花鼠點 你就可以用那個 鍵盤去按 可以按的更快一點 不要那麼累 太快了 有點跑出去 還不起打了 如果你不要按太快的話 你們看我其實 剛在打的時候其實是可以很好的去碰的 如果太快他們會跑掉的話 你們就自己 升爪 先把他再打一打 不過至少還好 你看這個角落的話 他們也不會跑太遠 然後這邊平時也沒什麼的 像我看有些人是在藍州開 藍州那邊人很多啊 那你有些人就擔心被搶 然後然後你又在藍州開 那不是 有點奇怪嗎 雖然說這個也沒什麼好東西啦 就 加尖打而已 當然如果你怕被人家搶的話 你就可以找 比較 天屁沒有人的地方去打 好 繼續 如果是用槍的話應該也蠻快的 可是我懶得在學武功跟那個找槍 所以我就可以用這招就好了 你們也可以 你們如果 如果 剛好有槍跟 技能的話也可以試試試看 槍可能也蠻快的 如果我覺得 電用這招接就很快了 也沒需要了 不要按太快其實是還好 是夠 夠的 夠爽 你們看我當然很快就可以把他招掉了 不用花太多時間 這個比較小 如果你覺得 有點太多了 你就稍微慢慢 放慢你的那個 讓他清一下 有個槍還在打 有個槍還在打 看到誰 還是是我的 喔有啊那邊有人在打 那邊有人在打 這個是用槍的 沒有啊就是用槍的 槍的話也很快啊 因為槍都是範圍招嘛 所以槍的話也很快 好吧那就這樣分享給大家 我們就 下次見啦 如果大家喜歡的話可以幫 慢慢按讚 那如果有更好的方法 也可以 底下留言給我 然後讓其他人知道 還可以用什麼方法去刷 可以更有效率 弓箭的話也有範圍啦 我目前知道 弓箭跟槍 的範圍應該都還不錯 但至於 那個效率好不好 我就不知道了 因為我沒有測試 好啦我們下期見 掰掰 再往下期見 學習一下 分析 兒 我看